来来回回的纠缠往事 有谁能断得了这复杂家务 无里糊涂的恩怨心结 是否不能忘记的就如影随形 情感和义务的争斗 六兄弟之间的比拼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六子闹双亲 六子闹双亲 2015年在重庆市福林区的一个乡村里 来自法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次现场强制执行 法院要现场强制执行的涉及到任老汉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儿子 任老汉的儿子们就在不久前集体不交父母的养老前 使住在养老院的人老汉夫妇面临没有生活来源的困境 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与两位老人达成的是调解协计 调解协计的话是 每个儿子 有的是每个月给付250元 昨天的节目 我们说到在重庆福林有一对将近80岁的老人把自己的孩子告上法庭了 说他们不尽赡养义务 被控告的可是他们的六个孩子六个儿子 他们尤其不满的是那老大 其他几个兄弟也都觉得老大他带了个不好的头 可老大呢自己也觉得委屈 他认为他的父母有很大的问题 他也有话要说 任老汉夫妇的六个儿子当中最让他们感到不满意的就是老大了 人家老大不仅不接父母到家里生活 法院判决让他承担的生活费用最少 而且他还带头停止了给父母生活费 那么这个当老大的为什么会如此对待亲生父母呢 他在乡家是乡家是乡家里的很力的 现在在乡家的时候乡干乡 一天了住户了 都要把他背去 当你盘鸟子也要背去 当婚也要背去 然后人的天也要背去 那时候他们说的就是起着滑口 肩头上背上背个人 还有那个滑口 还要背 还欠酒 而且 那背上要背个人 任老汉夫妇伤心 别人也看着不公 人家老大却说 提起对错 自己有一桩更加伤心的事情 要责怪父母 人家老大愤愤不平地向自己的父母要娃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 跟父母之间别的事情也就算了 他对父母一直耿耿于怀的 是他怨恨 父母让他失去了唯一的骨肉 人家老大说 他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怀了他的孩子 正当女人要生产的时候 他却因故被抓了 他让父母照顾这个女人 没想到 父母却没有收留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带着腹中的孩子离开了 他也没捕我那个孩子 我家里面都把那个孩子背回去 背回去地走 他也想走另一家 想走另一家 这个孩子 有那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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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里又娶不到 然后只好有这个孩子 都拿个别的 那个人房子 人家老大的女人 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 可是人家老大在监狱里 无法照顾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只好将孩子给了别人 不知道给一人房子买 人房子乱起 最后我转来 问到我要孩子 我才在最后 我才在找到 现在的货币是很水仙 等到人家老大刑满释放 他得知女人和孩子没了 就去那儿寻找 人家老大想方设法 终于打听到了孩子的下落 可是事隔多年 孩子已经无法相认了 人家老大对于这件事 实在无法原谅父母 他认为自己的孩子 就是他们的孙子 人老汉夫妇竟然不管 才导致自己的骨肉被卖 从此自己再也没有后代了 这个心结 他到什么时候也难解开 我来问自己的孩子 亲生的孩子 你婆婆也不要 都想到是那一点 为啥是不要 为啥是我们现在 都是不要你老的 你老的都不要 我小的时候 我还要你老的 现在人家老大断了给父母的赡养费 紧接着其他的儿子们也纷纷效仿 不再交钱 一时间 人老汉夫妇陷入了没有经济来源的可怜状况 而根据规定 如果他们无法交付给养老院的费用 养老院也没办法继续让他们住下去了 人老汉夫妇出于不得已 只好再次向政府向法院求助 重庆市福陵区法院根据法律程序 将会采取强制执行的办法 而人老汉对此心情极其矛盾 对于结果他也疑虑重重 老大对父母的积怨很深 主要就是因为十几年前 他进监狱的时候 父母没有收留他的孩子 到现在他都为这事耿耿于环 可父母毕竟是父母 你就这么记仇 就不管父母了吗 难道这老大一直就是这么一个狠心的人吗 在人家的纠纷之中 人家老大的作用十分明显 那么他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无情 不顾老人满怀怨恨的人呢 在他家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小女孩 她不是没有子女吗 这个小女孩又是什么人呢 现在老四那个生了孩子 有个小孩 几方人都对了一个姑娘 经过了解我们得知 这个小女孩原来是人家老四的女儿小林 而人家老四多年以前就失去了踪迹 留下这个女孩无人照料 那个他老婆才在我们四八岁 就算你他老公已经四大四岁 他可能给你落不不可能的事 他都想我兄弟要回一条了 我兄弟有伤心 就想去找他找不住 起头投了回都弄到串销了 在串销了 那我一切带死去跟他在串销弄出来 弄出来过后 弄出来过后后手又找 对对之之后 就是人事两者顺畜 串销 都挑在他娘家 都挑在云南乔家 那里去 人家老四没了消息 家人找也没有找到 小林就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孩子 这个孩子该怎么办呢 没得法的 那些也不要 他过程自己有孩子 我只好把老四留 老四也不在 最后还是人家老大把小林收留下来 照顾他的生活 小林渐渐长大 和伯父的感情也不错 有了这个孩子牵挂 加上父母还在乡里 人家老大这些年 基本上没有远离家乡打工 我在家里面都本来 我从来到老里面 我说我经营了多年了 我说一门基地 是在所的父母 你应该一门基地 不贪贪 根本就来经营 经营基地 我经营了多年了 我从国都是我调 我个人 个人 我没看个家 照顾小林对于人家老大来说 并不是件轻松的事 因为小林自小体弱多病 给小林看病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人家老大离父母近 加上照顾侄女小林 他的确比别的兄弟负担要重 这也是当初村委会调解时 老大拿钱 而不承担接父母照顾的责任的主要原因 面对询问人家老大虽然对父母一肚子怨气 可并没有回避自己作为老大 作为儿子应当承担的责任 你们这农村是不是就应该老大管父母呢 是不是有这个习惯吗 整个我们周边的老大都要承担对人 承担主要对人 那个肯定是要老大来承担那个责任 你们这边是习惯的吗 都是两个 那么人家老大为什么在达成协议之后 才刚刚三个月的时间就停止给老人支付 每个月250元的生活费呢 我继续没得发现 没得呀 那个人是 我过来 过来 过来 所以说 团年时间 这个为啥子 我的房子 检修了 这个火灾了 你说全部啥都没得吗 全部是说光完 是啥 他们说 都 那里 都只有那个 主卷 主卷 这都是四个主卷 跑不进去 就是 就是那点狗 原来 就在法院调解之后的三个月 人家老大的房子因为意外突然着火 烧光了几乎全部家当 损失惨重 因此他觉得自己暂时经济困难 不拿钱也很正常 火山把房子烧了 烧了一片 他们住的地方的话 就是 在这边 这雨的地方 这雨的地方就没有 那个雨水就会积在床上 煮饭的话 也是在 露天 就是 这不容易的地方 这个锅里面煮饭 比如我们去的话 锅里面煮那个饭的话 看起去是 很难受的 任老汉夫妇知道 大儿子家里遭受了火灾 也并不是不体谅 然而 老大这一不交钱 其他四个儿子也不交钱 这种比着老大做的情形 让他们无法接受 我觉得这种兄弟的做法有点不大好 应该是说老大确实困难 当兄弟的应该体谅一下 大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老弟照顾好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重庆市福林区法院的工作人员原本要依照法律强制执行 来到村里了解了真实情况后 便先进行了调解 对人家老大及其他的兄弟们进行了普法教育 在他们的眼中 可能调解书并不是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调解书会去强制执行 没有想到法院出的一份文书需要 如果他不履行的话 我们会强制他执行 他们是没有想到的 他们觉得 可能在他们眼中还是他们的家世 人家的五个儿子听了法院的普法教育 终于明白 不仅赡养义务将是一种很严重的行为 法律会保护人老汉的权利 不受侵犯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话 如果不履行人民法院生下裁判文师 可以对他财产进行查封 扣押 动结 进行购买 对人生的话可以采取拘留处施 法院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了解到的现实情况 对人老汉和人家五兄弟进行了非常人性化的调解 争取能够帮助这一家人恢复正常的亲情 要化解他们内心的隔阂 化解他们内心的矛盾 才能够把他们的家序性解决 而不是仅仅的解决这个案子就能解决的 最终人家老大和他的兄弟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 痛痛快快地交出了赡养父母的费用 并且表示今后也一定会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老大和老二媳妇还代表所有兄弟们到敬老院看望父母 一家人终于兵事前嫌 不然你们确实那种机会还好 听说老人大家又把一些误会也放下了 刚才来的话还给崔拉姨我和他交流了也是 他心头也有心结 在心结结开过后大家高高兴兴的 本来老龙中话说老人就是一种财富 假如老的话那就是非常幸福的 老人如果真的有一个老人没有来 兄弟们没有一个同意的同意 大家就是三了 儿子们跟父母的这场持续了几年的纠纷 终于画上句号了 毕竟法律规定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父母没有经济能力和自理能力 儿女就有责任出钱出力 有些地区还规定了子女必须经常要去看望父母 在我们这样一个提出孝为先口号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国家里 不孝恐怕是最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之一 可有些事全凭道德的力量已经让人感到越来越难以制约了 只有社会舆论对道德事件的关注再加上法律的保障 才能真正的维护人的权利保证养老权 养儿防老 这话没错 可是得加个前提 得看养的是什么儿 我是卢一鸣 您听见